圆明园授手铜像是清朝乾隆年间铸造 由宫廷西洋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 法国人蒋友人兼修 宫廷将士制作 1860年 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 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自死流失海外 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 英战争 强掠 稻草等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多大了 北京时间2009年2月26日3点04分 属首以1400万欧元的价格在法国家时的拍卖会上为拍卖 属首拍卖的最后净拍者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献丰 2009年3月2日在于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收藏顾问蔡明超参与了圆明园属首在法国巴黎的拍卖 并成为了最后净拍者 牛献丰告诉记者 虽然蔡明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在法国巴黎拍下了圆明园属首 但随后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不会付款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站出来 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